同樣因為個人興趣開始 Nelson用了五年時間 結合了電腦科技和一些物理學上的原理 開發了這個電腦模擬水墨畫的研究 水墨畫裡面那支筆 用筆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在電腦上畫這些筆組 亦都一定要去模擬那支筆的聚散 它可能是會擦開幾下的 筆尖那個擦開對畫家是重要的 我們一定要模擬它 我們都嘗試想做回不同紙的效果 譬如這隻我應該是一隻麻紙來的 我掃描它 掃描它在電腦上 用它的質感 質感 扮描紙的纖維 如何阻塗墨的流動 譬如這裡你看到它是比較朦朧一些的 其他紙又可以做一些 譬如邊緣會比較明顯一些的 現實生活比較難做得到的效果 用毛筆在孫子上畫一幅畫 在現實生活是自然不過的動作 不過透過電腦軟件即時模擬出來 就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滾著錄影機錄著整個過程 然後慢慢播出來 在電腦上 然後慢慢去研究 因為效果你就這樣看就很難看的 你要快速地重播 你才會看到它的流向 我們作為一個軟件的開發人 我們去模擬那支毛筆 最主要都是會對著一堆素 考慮很多力學的東西 譬如它紙和筆之間的摩擦力 跟著那支毛的彈力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力學的東西 做這個project 實時的反應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因為如果一個畫家 你給它畫筆 你要等十秒或者一分鐘 才出現這個效果 它就很難畫的 它沒有了引的了 從水墨畫家的角度來講 就是我會要求普通 在水墨畫的四個重要元素 水墨筆紙 每樣東西 我都有適當的操縱的能力 早在二十幾年前 已經開始利用電腦軟件進行創作的 本地畫家黃無邪先生 覺得Nelson的研究 有很大的發展潛力 我就這樣看 基本上在功能上 可以有兩種的形容 一種 譬如藝術家用它的時候 可以成為數碼版畫 另外一種 作為動畫背景也好 或者片頭設計 各方面 我整張紙都不是濕 但可不可以維持 我想要剛才的效果 就是煙的效果 發覺有些做出來好像 現在手上有套電影 需要做一些水墨的效果 一些特別的效果 在網上看到 有一個軟件 覺得很適合 這個研究是香港人自己做的 發覺用了之後 對於我們整個工作的流程 那個幫助都很大 其實它是一個 真是一個方程式 是一個數學 在計算一些物 水的關係 計算一些數字 那些物質如何流動的方向 時間速度 乾和濕 其實是帶了給我們 一個新的想法 原來除了很多3D軟件的 流動力學 其他方面 原來中國水墨 是完全另一個世界 多了一個世界 去這方面發展 今次和這間電影特效公司合作 其實是 會令我更加清楚知道 用家想做些什麼效果 Nelson 在電腦模擬水墨上的研究 除了得到香港業界的讚賞之外 8月1日 它更加去到美國的洛杉磯 在一個名為SIGGRAPH的國際會議上面 發表了它的研究報告 SIGGRAPH其實是 我們這行Compure Graphic的 一個全世界每年最大型的 技術交流會 Nelson現在這個生泳的方法 SIGGRAPH是選了它 還有選選了它 其實在業界來說 是一個很高的榮譽 中文字幕提供